记者何玉华新北报道,由国民党6名新北市议员参选人组成的新希望联盟,今5日在新北市党部举行拒绝下午2.5。 别再告深奥记者会,除了强调反深奥的立场,即日期也将配合是党部的规划, 在摆票过程发放黑色的口罩,凸显深奥电场兴建后对空气的严重污染,新希望联盟成员包括国民党在新北市6个选区提名的6名新人, 包括第三选区,卢州、三重、王威元,第十选区,金山、万里、西指、廖先祥,第七选区,树林、英哥、土城、三峡、江一珍,第八选区, 新店、深坑、石定、平林、乌赖、唐桂林、第四选区、邦桥、叶元之、第一选区、石门、三支、淡水、巴黎、陈伟杰、 国民党新北市党部准备50万个黑色口罩,将发送给每名议员参选人4000份, 王威元说,即日起,每个议员参选人将发放4000个黑色的口罩, 另外还有六部788、邦桥、瑞芳、反深奥公车广告将上路,将一真具出多名医生的研究, 直指燃煤电厂排放5对幼儿发展的影响,呼吁政府重视, 陈伟杰反问苏贞昌,相信前进的煤很安全吗? 等到台湾的天空从蓝天变成灰蒙蒙,就算有十个电火球也没办法照亮台湾叶元之指出, 目前可知的各项民调几乎都有超过一半的民众反对重建深奥燃煤电厂。 廖先祥认为,谢美码头将让海洋生态大受冲击, 唐桂林批评蔡政府非常爱台湾, 不仅让南部有严重的空污, 连北部也要平衡一下。